哈喽大家好,我是JMK,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影片还没开始之前,记得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因销量不佳和被中国车影响 Subaru计划明年中止包括大马在内的东南亚CKD业务 根据Subaru上个星期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声明 他们计划中止在东南亚各地的CKD业务 未来新车将改成直接从日本CBU整装进口 据悉,这一决定是在汽车行业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做出的 其中生产成本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因为跟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相比 生产成本过高,不再具有竞争力 Subaru认为,继续生产将导致库存积压 并需要提供大量折扣来推动销售 因此Subaru决定改变市场策略 专注于那些真正欣赏驾驶乐趣和安全性的客户群体 未来,Subaru将从日本进口新车型销售 不过这也意味着由于进口税的原因 因此新车价格将会上涨 那目前Subaru工厂的生产工作会继续直至2024年12月31日 而厂内员工也被告知将继续工作至年底 已完成剩余的CKD车辆生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单中group大马工厂生产的Subaru XV 早在2023年6月份就已经结束 目前已经更改成GAC的生产了 最后,这一次原厂东南亚工厂全面关闭 也就代表着未来整个东南亚贩售的Subaru新车 将会是从日本进口 价格上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各位对Subaru有什么看法呢? 第二则新闻 交通部长确认 Bordua和德尔大车辆经检验符合联合国安全标准 近日,交通部长陆兆福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继日本大发汽车公司Dai Hasu 发生车辆安全测试违规事件后 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已对Bordua和德尔大 进行了重新安全测试 并确认这两个品牌的车辆 完全符合联合国制定的安全标准 陆兆福提到 自从日本大发传出安全测试造假风波之后 交通部便已指示对Bordua和德尔大 重新进行安全测试 以确保其再售车款符合联合国制定的 六项安全标准 这包括了汽车门锁 门固定部件 行人保护 座椅固定装置 座椅头枕 刹车系统 前置碰撞 偏置碰撞等方面 据估计 受到这一风波影响的车辆在大马市场内共有170万辆 在Bordua方面共有6款车型涉及其中 包括Arus Artiva Beza Myvi 第二代Auzah 以及第一代及第二代的Asia 而Toyota则涉及三款车型 包括Rush Bios 以及Velos 陆兆福强调 上述车辆的安全测试是由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 WP29认可的技术服务方于今年3月进行的 根据陆交局对各项数据与测试结果的研究 确认Bordua和德尔大的所有车型完全符合汽车类型评定 VTA规定的联合国安全标准条规 另外为了保证透明度与公开性 所有相关的安全测试报告都可以在陆交局的网站上查阅 陆兆福的这一声明 为Bordua和德尔大在大马市场的消费者提供了信心保证 同时也展示了政府对车辆安全标准的重视和承诺 第三则新闻 德尔大苏巴鲁及Mazda强强联手合作开发新引擎 共同推动电气化及降低碳排放 根据这三家汽车制造商上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三方将会各展所长开发出下一代适用于Hybrid混合动力的引擎 三家汽车制造商将打造出各自品牌标志性的引擎 而他们的合作主要在于寻找能够更好的将电池、电机 以及电控的三电系统融合到下一代的内燃机上的方法 同时让引擎能够兼容多种不同的碳中和染料 帮助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那在新闻发布会上 三家汽车制造商也同场展示了目前正在开发中的新技术 其中Toyota展示了他们新的1.5L四缸引擎及2.0L四缸引擎 虽然并未透露太多技术细节 不过这两具引擎主打的就是出色的动力表现及热效率 而Subaru就展示了他们下一代的Hybrid混合动力系统 以及搭载这个混合动力系统的第三代Crosstrek 至于Mazda则是展示了他们最擅长的转子引擎 而且这一次的两具引擎分别有单转子及双转子 不过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增程器为电池供电 基本上就是REEV增程式的概念 虽然三家汽车制造商下一代的引擎 都有着自家标志性的技术在内 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就有说到 这些新一代引擎除了会更高效及更强之外 整体也会比起现在更加小巧紧凑 从而让引擎盖的设计更低 带来了更多的设计可能性及更出色的空气动力学 从而帮助提升车子的燃油经济性 同时这些引擎的开发将会遵守日益严格的排放法规 并且可能不再使用化石染料 而是会转换成其他的替代染料 例如合成染料、生物染料及液晴等等 最后不同于欧洲多家车企全面推动纯电动车款的发展 日系品牌秉持的依然是多元化发展 除了纯电动外也努力发展混合动力 以期能够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希望这一次这三家日系汽车制造商合作 能够成功降低内燃机的碳排放 帮助内燃机在未来日益严格的排放法规下 依然能够继续使用 也期待借此开发出一些富有驾驶乐趣的混动车款吧 第四则新闻 Cherry Tigo 8 Pro Max在澳大利亚新车评估计划 NCAP中获得了五星级安全评级 第三款新车获此殊荣 这是该品牌继Tigo 7 Pro和Omoda 5之后 又一款获得该评级的车型 在马来西亚市场 Cherry Tigo 8 Pro于2023年7月推出 作为品牌重返马来西亚市场的一部分 在NCAP最新的评估中 Tigo 8 Pro Max在成人成员保护类别中 得分为88% 儿童成员保护为87% 弱势道路使用者保护为79% 安全辅助系统为86% 值得注意的是 该车的第三排座椅没有顶部安全带秒点 因此他们不建议在第三排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在具体的碰撞测试中 Tigo 8 Pro Max在正面偏值碰撞测试中 得分为5.49分 全宽面正面测试得分为7.48分 在侧面碰撞和远侧碰撞测试中 该车型均获得了满分 在安全辅助系统方面 Tigo 8 Pro Max在车辆间自动紧急制动 自动紧急转向测试中得分为3.6分 在交叉路口和十字路口测试中得分为3.08分 并在车道支持系统测试中获得了满分 这些结果表明 Cherry Tigo 8 Pro Max是一款在安全性方面表现出色的车型 能够为驾驶员和乘客提供高水平的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地所贩售的Tigo 8 Pro实际上就是澳洲版本的Pro Max 所以在配备部分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看完了撞击测试之后 会对这款车有信心吗? 第五则新闻 Nissan X-Trio e-Power将会引进我国 预计售价介于25万到27万之间 Nissan X-Trio e-Power是目前Nissan最好卖的新车之一 这款车实际上也是有引进本地的计划 因为e-Power是未来原厂主打的动力设置 不过因为这台系统成本非常高 所以价格部分肯定不会便宜 目前X-Trio e-Power仅在几个市场贩售 不过这套动力系统实际上十分先进 首先在引擎动力配置上面 采用了排气量1.5L的VC Turbo 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配备双电机的设定 前面的电机输出为201hp 330Nm 后轴电机为134hp 190Nm 而这具涡轮增压引擎基本上就是帮助电机供电 以及为电池进行充电 所以并不会直接驱动车辆前进 根据欧洲媒体的实际测试 这款车的油耗表现稳定维持在6.4L per 100km左右 这样的油耗表现在C-7的SUV中算是不错了 虽然必须要添加RUN95或以上的燃油 60公升燃油可以行驶850公里以上 另外因为是纯电机驱动的关系 所以车辆的加速表现迅速 在中国媒体实测其0-100加速只需要7.05秒 这样的成绩在同级对手中基本上是绝无仅有的了 不过也因为技术先进的关系 Azure ePower在全世界范围 除了中国以外的市场价格都不便宜 例如在欧洲其价格从4万欧元起跳 英国3万7千英镑起跳 所以在本地的市场价格必定不会便宜 预计会在25万到27万之间 这个价位对比上一代车型上涨幅度不少 但是考虑到技术更为先进 本地消费者会接受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TikTok小红书 还有还有记得明天留守我们的频道 将会有新车发布影片 我是JMKING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